通通都不可预料了吗 都是一片乱局了吗 法国最新的大选 第二轮结果出炉了 马克宏中间派拿到第二名 第一名让大家意外 第一轮能够感觉要横扫千军 拿下阻隔拳的雷鹏 极右派结果反而落到了第三 最后是左翼反而倒过来 成为了第一大党 那法国选举被说大爆冷门吗 当左翼拿下了最多席次的时候 马克宏相对是可以安心一点 是吗 那右派的领导人雷鹏强调 他更支持者说 我们的胜利只是被推迟了 但显然在法国选民来说 仍然是阻止了右派掌权之路 还是对右派有所疑虑是吗 法国选举左翼爆冷门 欧元初步走扁 那担心财政接下来支出的状况如何 和公共财政状况是选民最担心的 当然选赢的一方很开心 看看法国总理艾格塔尔则是今早就递辞成了 那同时选输的这一派民众等待结果 当街烧东西 在广场上本来是个浪漫的 这个法国巴黎出现了警察镇压 看看画面 就是当街在烧啊抗议啊 不满这次的选举结果 甚至认为有上千人走上街头抗议 左翼联盟准备执政的结果 但另外一方呢 当然也有人庆祝啊 释放烟火还爬上了被很尊敬的这个玛利亚雕像 去庆祝 也看看这个画面 这个极佳欢乐好像球赛一样吗 但这影响的是未来法国的执政可能的发展 那法国左翼联盟在庆祝的时候呢 梅兰雄这个领导人说 准备好要执政了 而同时他已经公开的讲 让左翼执政是总统马克宏的执政 以目前得票的结果 而排除了跟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 有任何谈判 或要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吗 所以数百名新人民阵线支持者也在聚集抗议 在因为他们有各种合作的纵横 人群在法国国旗之下高呼我们胜利了 但另外一方各种的标语抗议 不要国民联盟 不要马克宏的也很多 所以马克宏的执政 现在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解散国会之后 他选举结果得到的是如此 而经济学员的分析封面是这样的 闹烂掉的选举 闹烂掉的英国 法国 还有美国选举 这个封面上看到美国的选举 有美国国会 后面是一个助行器 暗示的是谁 大家清清楚楚 而法国经济学员封面上看到的是 国旗里 左翼右翼 中间缺了一块 中间派没了 无法弥合的左翼跟右翼的分歧 接下来选举 还有美国 英国已经结论出来了败选 所以当BBC的前资政评论员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呢 因此上位的工党人施凯尔 卖人询问说了一句 不管从比工党更左的自民党 还是从比保守更右 就是所谓的左跟右 现在已经整个也都不一样 乱了套的民意来看 其实民意是一种愤怒的呈现 并不是看着希望而投票 就像法国里面所有可能的情况是像美国那样 选民在选举当中表现的情绪是什么 摧毁而不是重建 而美英法的选举结果都在比惨比乱比乱 英国的苏纳克下台 马克宏跛脚 拜登不妙吗 那拜登在电视辩论之后不停的有换拜的声浪 其中最新被报导出来是 帕森金市政的专家传出来多次 还被拍到照片到白宫去 最新的一次大概是今年的一月份左右 是不是八度造访白宫是在做什么呢 这个医师的见面有要证实什么病情吗 还是有更多民主党人也要求他退党 拜登竞选团队倒是做了一些想办法改善 就是列了清单 以后不可以再出包了 媒体要访问可以 但是先列问题给主持人挑 只能问这些吗 框框价价列出来要控制管控 拜登的受访表现 或者是说偷偷来 美国的众院的民主党 私下开会讨论 怎么换灯 找谁好 这场被说是数位视讯的会议里头 有四个议员参加 但是拜登有人却说 当事人会在几天之内做出决定 决定什么 是不是要退 还是继续选到底 虽然他已经公开宣布很多次 还是不停地传出来他要退的消息 这个是拜登的朋友 夏威夷州长格林告诉美联社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还有退的可能 还是像他的太太说的 一定要选到底呢 亮哥你看看法国的选举 英国啊美国啊 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 有稳定政权的状态了 法国很难讲 法国因为他是两轮投票了 超过12.5进入第二轮 那马克宏跟左翼联盟 他们后来撤出了210个候选人 所以显然就是看谁民调高 就投给进去的那一个人 那左翼联盟比较多 所以等于是马克宏的很多选民 就投给左翼联盟 让步了 对所以是左翼联盟当总理没有错 可是马克宏的人还是会入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间偏左 加上左翼联盟联合组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够说他大败 不能这样讲 他事实上是策略成功 不然那个极右翼很可能 是第一大党 如果是这样的话更惨 极右翼第一大党 如果他没有撤出210个 极右翼真的很可能是第一大党 那当然这个极左碰到极右 斗争一定会更激烈 因为我看那个马克宏他们那个阵营获胜的时候 我看那个现场的群众 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站在这一边 那个好明显 那个非洲裔的通通都站在这一边 就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然怎么办呢 还有穆斯林一定都站在这一边了 坦白讲那个法国的右翼是认为 就直接说他们是不名誉的结盟 dishonor都讲出来了 那那个小帅哥 以为自己要当总理 真的 上去很愤怒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法国局面是还好 英国 英国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 坦白讲这个自由民主党也拿到12% 然后 那个另外一个改革党 就是也拉走了保守党很多票 知道他们差距只有十几% 那个工党只拿到33.7% 那保守党是拿到23% 这样只差10%左右 结果席次 席次大 因为他是单一选区嘛 结果工党拿到412席 那保守党只拿到100多席嘛 这个就是制度造成的啦 等于是愤怒的这个自由民主党 跟愤怒的改革党 把保守党的票都抽走了 那造成保守党大败 可是事实上工党只拿到33.7% 就是你分到了不合理的席次啦 所以你也不能够说保守党崩溃啦 保守阵营 保守阵营基本上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工党也没有那么左 因为 那个自由民主党比他还左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工党实际上不是典型的工党嘛 他没有那么激进啊 比如说他提出来的政见 我看起来都不痛不痒的 比如说有没有要回欧盟啊 没有 我们要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这个都是废话 然后跟中国要不要恢复 早先比较好的关系 他说三个C啊 那个都是废话 都是形容词你知道吧 所以我认为 不表态的结果 我坦白讲 他基本上是人权律师出身啦 我说这个斯凯尔 所以 我坦白说啦 我认为他对经济对外交 根本没有主张啊 所以就是看着办 看着办 那他之所以会执政 就是人家对保守党做太久不满嘛 就这样 波音又出事情了 连续两架都是波音的737的飞机机型啊 7号到日本关岛出现状况 那737从中部的国际机场飞到这个关岛的联合航空里头 飞行过程发现系统故障 警示赶快折返 有44名乘客6名机组员应该下怀 另外一个意外是在关岛飞往成田机场的联合航空 一样840号这个班机出现意外 意义这个经济 飞机这个意义 飞翼里面出现问题 要宣告紧急状况降落 所以波音是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很多各种的吹哨者提出了疑虑 例如这个是不是零件的使用安全的系统出了问题 但又有一个新的爆料 吹哨者说公司用报废零件吗 公司使用的这个有缺陷的报废零件 是一个波音前品管经理现在爆料出来说的 已经报废了却拿来组装 从2000年开始 已经有大约5个不符合品管的零件 为了节省费用吗 被用在了飞机的组装里头 那这个姿势体大 用的可就广泛可就多了 什么个查起都还是大问题 好现在美中对抗里头 飞机的安全现在没有把握 大家没有办法有信心的时候 美中的对抗里头 根据艾斯摩尔前执行长的预测 美中晶片的战争涉及意识形态 这位温彼得认为 还要再打数十年下去 没打完啊 那中程的熟制程晶片被盯上 欧盟还要出手 跟着围堵了吗 除了汽车的关税之外 欧盟职委会还传出来 开始征求欧洲的半导体企业 对中国扩大传统的成熟制程的晶片产能 来加以对抗 那预计就是担心防止大批中国成熟制程晶片 涌入欧洲市场吗 路德斯甚至报道 欧盟展开的调查范围会超过美国商务部更多 向美国公司发送的安全调查的范围 消息人士说 这相关的主要晶片使用的两项资源调查 预计9月就要回收 是会加到力道 加大到什么程度 外界正在观察 但看看俄乌战 中欧贸易战里头 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场景 这位是奥班 匈牙利的总理已经一早抵达了中国大陆 由华春莹来接机 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推特形容的叫做和平任务3.0吗 无预警的突然到访了中国大陆 还跟习近平沟通 那么很多的外界的理解都是认为 他上个礼拜才默默的没有预警的去过了俄罗斯 去过了乌克兰 是不是就针对大家关心的和平 俄乌战争有可能停火有关的议题吗 那当然这个和平使者所谓和平使命 这是第三次突然出访 有没有可能往这个方向来迈进 这个是一早在中国外交部7月8号早上公布消息之后 大家都在热搜上面的这个内容说 都在搜寻匈牙利总理奥班访华的消息 那甚至从什么6号匈牙利外交部就表示 取消本来8号要去布达佩斯的行程 主要是因为匈牙利外长的日程也发生变化 而不是政治因素 那是什么因素呢 外长说他会见了全球最大的电动电池制造商 明德时代也跟中国有关 那么要给这个创始人匈牙利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避免中欧贸易战 一方面欧盟说要再扩大晶片的制裁 但欧盟的做法跟匈牙利个别的国家 其他国家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他认为这是在磋商期间 我们一直认为欧盟这些征收惩罚性关税 是非常糟糕的主意 所以匈牙利要走自己的路吗 亮哥光看到波音的消息一中接一中 那所谓吹哨者的消息 真的是让消费者吓坏了 波音塞很难评论 广泛建议尽量不要做就这样 会不会很难避免 就是你登机前先确认你的飞机是不是波音 就这样 几率蛮高的 那个737 我都不知道出问题 我上次还达到787 是不是梦幻半期 就是很容易碰到 说实在 因为尤其是台湾 台湾政府基本上是美国控制的 所以你上次又加买了28架 是啊 即使华航人员有不同意见 其实最近有关欧盟的新闻 我觉得渗水的成分很高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 继续成为一个有效的决策机构 所以都是杂七杂八的人在讲话 带风向的概念吗 也不一定能落实 就好比现在那个电动车的关税 那现在又说四个月在建真章 就是这样 那而且更何况这个成熟制程晶片 欧洲的立场是怎样 现在也没人知道 那现在只是要展开调查而已 你去看欧洲有关那个华为的事迹吧 说要排除啊 那事迹到现在 你去看欧洲各国是不是还是用华为的事迹 荷兰超过60% 德国将近50% 你看他们讨论多久了 我看讨论两年以上 欧盟啊 一天到晚在讨论华为啊 那你的感觉好像已经近了吧 那结果各国都还是很多 都在用华为啊 所以欧盟这种单位根本跟废物差不多了 讨论两年了没有决策啊 大家就还是在那边搓着搓着 那还要去符合各国的决议 所以坦白讲有关欧盟的消息 我都是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他形成有效的决策真的很少见 决策了也不见得有约束力 比如说这个奥班啊 奥班怎么可以去访问俄罗斯又访问中国呢 你只是轮值主席耶 你不是欧洲理事会主席耶 欧洲理事会主席是那个 Michelle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就是干啊 你要怎样 他就去了啊 而且他违反欧盟的规定去访问普京 那你可以把奥阿利开除吗 不行啊 他不是照样再走来走去 那他为什么要去中国 因为他小孩玩大车嘛 因为泽伦司机说 欢迎第三国来斡旋和平啊 那奥阿利就说我来我来 那结果去发现普京 没有给什么好消息啊 普京说我看不出乌克兰想停战啊 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达成效果嘛 所以他只好再来访问中国啊 表示我要结合中国一起来斡旋和平啊 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在玩政治啊 玩政治玩到后面之港 增加澳班的声望就这样啊 那因为中国大陆最近也刚访问了匈牙利嘛 所以对匈牙利 总理来访还是会接待嘛 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歐本自己在玩政治啦 那欧洲现在充满了这一类的行为啦 那没有一个行为是得到授权的啦 就这样啊 所以我就看了觉得 这个反正俄罗斯也跟你见个面吧 因为匈牙利向来比较亲俄罗斯嘛 那你要来我就见你啊 可是这也是一号人物啦 他在匈牙利执政多久了 就都打不死啊 不是吗 所以你多少还是要跟他打交道 就跟那个土耳其的阿尔多安一样 就是这样 那两个人都喜欢玩大车啊 就是这样啊 那北约啊 这一次这个对于拜登来说至关重要 他想要在这边展现 他还是能够继续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啊 可是没想到呢 这些盟友国可能都已经对他 好像是不是不看好了 对他嫌恶的这种态势 都已经摆在脸上 摆在这一个跟他的相处之上 首先先来看一下啊 因为拜登峰会的时候 大迟到全场干等40分钟 那意大利的总理 就是这个年轻的梅洛尼啊 被人家拍到说 哎呦这个翻了白眼 还连续翻了两趟 还嘟着嘴 然后翻着白眼翻了两趟 真的是觉得哦受不了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神情啊 摆给拜登看 所以我们纽约时报 他们就拍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说各国领袖只好干等啊 那这个梅洛尼的表情明显不耐 他先是指了一下手腕 表示自己没有戴手表 然后后来还翻了两回白眼哦 那拜登还想要跟新任的 这个英国首相握手 结果也被拍到了这一幕尴尬 他手就这样子握在那边 手就这样伸出去 要向施凯尔 那施凯尔就没有理他 就被无视了 然后结果拜登就态度强硬说 把手给我老兄 为什么会有口音呢 我也不知道 就播放起来突然带了口音 然后施凯尔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拜登常常会空气握 我们不知道他是到底要跟空气 还是要跟我们握手 可能他就有点迟疑了一下 那再来呢 拜登介绍了泽伦斯基的时候呢 因为喊错人名 还喊到一个最不该喊的 我们来听听 幸亏他是喜剧演员 还可以接得了这个梗呢 他还说 哎呀 我是比父亲好多了呀 幸亏他发挥了他原本 老本行的一个机制 要把这个场面给化解了一下 不然真的是尴尬透了 这样的一个场面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明明是这个俄乌战争了 可是北约现在就讲说 好一副那个中国大陆 挑起了俄乌战争了 你如果没有一路这样看下来 你真的都被美国给带走 节奏给带走 好像就中国大陆 挑起了这场俄乌战争吗 他说他现在正在跟习近平打交道 但是目前没有好理由来跟普清对话 好一副是大陆去打乌克兰了 现在整体来说北约峰会 好像变成这样很奇怪的一个态势 那看起来呢 就反正这个普清 他没找到好理由去跟他说话 那可能他刚刚也喊了普清嘛 是不是他太想跟普清讲话了 所以把泽伦斯基都喊成了普清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北约宣言 他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要瞄准中国大陆 就说都是你害的 你帮助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已经现在这个罪名扣到这么高 然后还拉了这个日本韩国纽澳 就是开始要印太四国 IP4纳入其中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在讲跨的了 就已经变IP4又一个新的名词出现 那北约他们是要公开谴责中国大陆 是不是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 所以就是幕后推手 推着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这简直是这个扭曲了事实嘛 那所以中方就讲说 不要煽动对抗 中国大陆驻欧盟的使团 抨击北约就是华盛顿峰会宣言 通篇充斥着冷战思维 还有好战言论 涉华言论充满着挑衅谎言 煽动跟抹黑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发言人林健就讲说 中国外交部批评北约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 散播美国所捏造的虚假讯息 毫无理由用心险恶 我们刚刚也有讲了 就怎么好像已经变成是 中国大陆推着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嘛 那布林肯还讲说 对你们就是一直用武器 中国制造助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样子武器 给这个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那林健就回应 反对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之下 在讲说中方支持俄罗斯的国防 那其实乌克兰摧毁的俄罗斯装备 95%的关键林件 是来自于西方 二支的武器 72%的林件是来自于美国 甚至西方跟俄罗斯去年的贸易格 还高达了4.2兆新台币 所以匈牙利现在出来讲话 因为匈牙利现在扮演的好像这个 在欧盟里面这个轮值国嘛 那轮值主席 那所以他们讲说匈牙利不会支持 北约成为反中集团 绝对不会任其这么做的 明明是一场俄乌战 结果现在北约却怪中国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现在好像理所当然了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故事改编了 所以是中国害的 那他们现在就讲说 哦那我们从2026开始 这个剧情还没演完 还说要到德国去部署长城飞弹 他们在联合声明发表 就说接下来这个长城飞弹的火力 展现北约对于欧洲防御的承诺 这武器包含了SM6飞弹 还有战斧巡异飞弹 已经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武器的射程比起 欧洲的武器还要来得更远 所以真的有人看清楚 说了一句实话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经济学者 萨克斯教授 他就讲说 其实你这个整篇看下来 你会觉得 中国大陆讨论的都是和平 美国都在讨论战争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我马上来问一下量哥怎么看 其实这是北约的峰会 更多人把他理解为是帮拜登的造势会了 因为共和党的大会即将召开 拜登想要利用一个国际的盛会在华盛顿 可以做个秀 然后突显他跟共和党的差别 然后也一方面证明自己没有问题 那很不幸后来的媒体焦点都在他的思言上 因为这个是他太惊人了 那刚刚又发生一个 他把贺锦丽叫成川普 他到底在哪个时空 他比较记得他的敌人 他不太记得他的朋友 是不是这样解释 那怎么没有把岸田叫成习近平 这个 坦白说这个北约的峰会 有点尴尬 因为他大部分的领导人可能都即将卸任 可能都会落选 拒了个寂寞 比如说拜登 拜登很可能会落选 那英国那个史凯莫宅刚当选 那他是人权律师出身的 对外交并不熟 那法国现在正在分 怎么跟极左影联盟来分政权 对不对 德国明年九月大选 没有人认为萧之能够连任 岸田民调现在跌到低于20% 大家都认为他九月会下台 那尹熙悦国会刚大败 对 所以也没有人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 风水不好 所以坦白讲这里面 加拿大杜鲁道也注定要落选 所以你看这里面 真的反而是摆鬼脸的 曼罗尼是最有实力的 他真的是最有实力的 那还有一个有实力的人决定不去 叫澳大利亚总理 他也是刚当选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 来的都是遥遥欲罪的 那你又做了那么一个强硬的声明 那你美国如果是川普当选 感觉又不会那么强调民主同盟 或者是北约的角色 更强调美国优先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凑合凑合 反正是美国的大面子 那大家让拜登有个机会做秀 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是美航180人的客机 在起飞之前 有爆胎的状况发生 那现在这个画面曝光了 根据社群媒体上面流传的影片 飞机在跑道上面滑行期间 右侧的轮胎突然开始冒烟 那部分的轮胎残留在这个跑道上面 然后后来紧急车辆 随即迅速的抵达现场救援 那所幸机上的180名乘客 还有机组人员都是安全的 平安的没有任何的伤亡发生 那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在关注 因为之前是讲说 7月21日是Dayline 在这个波音送到外太空的 两位外太空 就是到外太空的太空人 他们现在还受困在太空站 已经迈入了第29天 但是现在技术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那NASA跟波音表示 可能现在要等到8月中了 我不知道怎么是延长到 可以到8月中 那时候本来说 7月20几号就要赶快回来了 来不及了 但是他们讲说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粮食的补给 太空站都很充足 那现在这个太空员呢 也透过影像跟大家讲说 啊我内心非常的相信 这艘太空船会顺利的 把我们送回地球 没有问题 是不是为了回家太空人 太空人也只能这么说啊 不然他还要讲说 我实在是太担心了 那可能现在也只能 对镜头表达信心了吧 那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接二连三的又有好多 跟美国相关的 比方盟友啊 或者是欧洲啊 又开始对于中国大陆开刀了 德国现在说要 弃用这个华为跟中兴的部件 参与5G网络的建设 德国讲说 已经跟大型的电信公司 都达成协议了 要求他们在五年之内 停止5G移动 这种基础建设当中 华为跟中兴通讯的关键部件 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这是欧洲国家禁止 中国大陆的公司 参与关键电信设施的一个 最新的举措 那林健 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讲说希望德方 能够独立做出符合 自身利益的决定啊 那另一方面 美国跟墨西哥 现在也联手 对于中国大陆 开始开征 这钢铝 来征收一个新的关税 大陆也是非常的生气 回应就说 这是在阻碍全球的贸易 那但是呢 这是拜登最新宣布的 就说 这部分在中国制造 墨西哥进口的金属 要加征这些相关的关税 避免有一种 规避关税的可能性发生 但是呢 匈牙利就表态 他说他是反对 向于中国大陆的 电动车加税的 不支持欧盟现在的保护主义 跟市场限制措施 那匈牙利向欧盟竞争力委员会 提出一份提案 来加快欧盟向电动汽车 这个产业来转型 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强大起来 而不是都是用一种 加税的方式来做限制 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 他说 其实应该 欧盟你们这些国家 应该要正视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竞争优势 并非来自于补贴 而是本身 他们之前我没有讲过 他们自己市场非常的卷 所以大家就要提出更好的 性能跟产品 然后可能有更优惠的价格 所以请基于事实跟规则 合理而客观的来做一些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美国呢 他们不断的有一个什么新的民调 一直在讲说 我们看了一下 什么高收入国家 大家都不喜欢中国大陆 大家都讨厌你们 然后呢 喜欢你们的都是那种 什么中等的收入国家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 我去调了他们原本这个皮尤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调查的国家 那些所谓的高收入国家 就是欧盟的那一些国家 所以他本来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 那他们看到的媒体也都是 跟着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调性 那当然会对于中国大陆有负面影响 那对于中国大陆有好的印象的一些国家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南方国家什么的 他们当然都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观感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民调跟现实感觉上面有点脱节了 那我们来看到 现在网路上面流传一些蛮有意思的 就是每当美国一直在释放 哎中国大陆很不好 然后多差多差中国威胁论的时候 确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要去中国大陆来体验 甚至有两个外国人 美国人 他们在北京三里屯见面聊天 哎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景象 刚才跟着美国的哥们 就一起一直在聊天 但是觉得说英语 说英语 你的意思吧 对啊 我们就一直在说话 就是没有发现 哎 为什么没有有英语说话呢 我觉得太奇怪了 来自纽约 咱们不是美国人吧 是不是美国人 是中国人 老北京人啊 我是老太阳人 你是老北京人 我是老北京人 好好好 可以可以 咱俩一直说的是中文 我觉得很自然 太搞笑了 发现了 对现在已经到 China Travel 到中文都讲得那么好了呀 那所以你看 还有外国网友发布影片说 中国真的是太危险了 危险在哪里呢 大街小巷的东西都好好吃哦 每次去鱼汤都吃了好多 我也同样遇到这种危险 我也是去都吃太多了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 City不City的闹区 竟然如此的安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哦 他们有这个电动车 非常的普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好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波音哦 每个礼拜都讨论到波音 几乎都没有好消息 坦白讲一个 垄断全世界的品牌 如果每个礼拜都出问题 比如说英特尔的电脑 如果每个礼拜都有坏新闻 那不知道被人家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就表示他没有竞争者 他都是垄断的 就是美国又不会故意去买空吧 不会啊 所以就是他垄断嘛 靠政府的力量在做生意嘛 那美国现在就吃大亏了嘛 就每天出门做波音 大概只能够求 没有死伤就好 就这样 就变成这样 平安回家就好 对啊 变成这样 然后落地的时候 大家都要起力鼓掌这样 好过一劫 因为我听说 我听说有很多人去以色列 他们有这个仪式 就是平安落地 他们就鼓掌 因为以色列以前常常被人家攻击 我是说现在做波音大概 能够平安落地也要鼓掌 我也有过一次 那时候我们回台湾 我们是长荣的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整个气象很差 哇 那个暴风雨啊 结果很成功的落地 所有的理科都被我们机长 你就知道我们的技术有多好 飞机有多好 这不一样哦 另外我觉得科技战跟贸易战 现在你不能够从一个事件 就直接断就是这样 你可能要看一段时间 才知道是不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都是 某个政治力量在讲话 比如说德国这个真的是定案吗 你明年就不再来 那那个最反中的绿党 可能就不在政府里面了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有变化 因为基民党可能会执政 那基民党跟道路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坦白说 你看他用的词 五年内 你为什么不说今年啊 有个弹性 不 因为这个钱很大 可能要换人了 这个钱很大 就是他如果真的要换 事实上我有看过一个统计 在德国5G的部分 目前中国的占比就是华为 接近50% 所以你如果要换 那有一些地方要换是非常麻烦的 就是火车站 德国有多少火车站 他如果真的要换 那那个是签以法动全身 就要全换 那全换就是以大笔钱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要再观察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会在欧洲 听到很多这种讯息 一下这样 一下又退回来 那就表示 中国跟欧洲各国 还在那边博弈当中 我也会开我的条件 那个要怎么样 这一次是中方跟白俄罗斯 他们举行了雄鹰突击2024 是一个陆军的联训演习 而且他们这一次 其实彼此之间是已经有交互了 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有重新编队 然后互相来发号司令等等 那大家就这样问了 所以是他们的陆军的兵力 要投射能力到欧洲去了吗 讲的是做反恐 然后是做营救人质 可是这个时候 欧洲还有战事呢 大家在讲会不会中方呢 现在其实预料到北约会针对 所以他来先做反制 北约其实呢 他们前几天在华盛顿这边 所召开的再一次的峰会 宣言当中就直指 中国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 关键推动者 直接讲他是关键的推动者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两方无上线的伙伴关系 就是对于俄方最大的一个支持 让他可以一直的在前线 有战力 有战火 提供一切物资 他就说因为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关键的推动者 当然大陆不会买单了 中方的欧盟使团直接讲了 说不要做亚太和平的搅局者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现 这一次呢 印太四国包括了日本韩国 纽西兰澳洲 澳洲总理阿巴尼斯卡丘 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搅在里面 他们四方呢都有派人去参加 甚至首脑都去参加 也是他们第一次加入这个 北约的联合宣言 所以让中方就认为 你不要把手插到我们亚洲这里来 但是北约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就直接的说 其实是因为我们认真看待 中国对于全球所带来的安全挑战 我们才会邀请这些印太的伙伴 跟我们一起密切的合作 这一场峰会下来呢 除了说对于中方的一个公结之外 另一个重点就是要看老大哥拜登 老大哥拜登这个时候呢 北约峰会又在华盛顿 你的场能不能够让所有的盟友都幸福你 好啦 可是呢 就有欧洲外交官直接的讲 其实很难想象他有能力 能够再做四年啦 也就是说呢 他们想问的是 北约靠你真的可以吗 老大哥真的行吗 目前同党里面呢 也直接的呛他 说不认为那只狗还能打猎 意思就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选完全场 甚至先前一直很挺他的佩洛西 现在叫他要慎重考虑了 本来呢 在整个Hollywood里面 最挺他的乔治·克隆尼 他直接的说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但是他赢不了这一场仗 在辩论赛当中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了 而我眼前的这个拜登 也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位拜登 已经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吗 美国的众议院的委员会呢 现在说要传唤三名的白宫高阶驻守 直接就问他拜登的健康状况 先前不是一直提到吗 说也有包括判这个帕金森森等等的人啊 然后进到了白宫里面来 虽然呢 现在都有说法说 不是因为拜登的关系 但是传言太多了 大家看到的东西也很多 所以就想了解他真的OK吗 他真的一切都好吗 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我们先从中方跟俄罗斯现在举行这个 陆军的英雄英突击演习开始 您怎么样来看 这个应该是普京访问大陆 那个时候就讲 俄罗斯跟中国即将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联合演训的一个活动啊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稀奇了 就好像那天 那天那个中俄舰队也突然之间通过日本下面 对啊 那个大岛嘛 那也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啊 可是严格讲也不用太惊奇了 因为本来他们就是会这样做了 那这个尤其俄罗斯要进入亚洲大概除了朝鲜漫导的核武问题之外啊 那很多议题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跟俄罗斯立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基本上就是把美日同盟当作对手 然后要跟其他的亚洲国家交好 大概是这样 那这次北约啊 北约这次的峰会 一般人都把它理解回毕业典礼了 就这些人明年可能大部分都不在了 那既然都快不在了 那就让拜登有一个造势的演讲吧 所以他那个演讲基调本来就一定很硬了 对 这个符合大家的预期了 那Stoltenberg10月就要下台了 所以你讲这个话有什么用 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可以执行 那拜登搞不好 11月7号之后就结束了 因为目前所有的迹象 都显示民主党要打赢非常的困难 这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人都要换人 你去看那个萧芝 萧芝明年德国9月要改选 那连政的几率 我看已经低于10%了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大概9月就要换人 他现在民调只有20 16 16啊 OK 更低 那尹熙悦 尹熙悦这个国会大选已经大败了 是 所以你去看大概只有意大利 那意大利又是北约峰会里面他们最看不起的人 结果人家曼罗尼政权是最稳固的 所以我说这个坦白讲一个毕业典礼 能够有多大的往前眺望的一个前瞻性 令人质疑啦 我坦白讲我是更 更会去关注 那个川普当选之后的北约会怎么开啦 已经跳到那里去了 不是因为 因为川普对北约有意见嘛 那他会用什么方式 来提出一些想法 而且到时候整个欧洲啦 右翼的声音也崛起了 那欧洲也会 我认为那个 不管是 政策或者是立场也会做一些调整啦 恐怕那个时候看会比较准确啦 就明年2月1号以后啦 那至于现在 现在是7月嘛 那7月这个毕业典礼班的人 讲一些话 那就孤枉听听啦 事实上 这个亚 北约的亚洲话 事实上是有很多国家是不赞成的啦 只是现在那个力量还没有浮现啦 那搞不好你这样搞 你得罪很多亚洲国家 事实上印尼可能不一定支持喔 对不对 所以 我认为这个能不能落实我打个问号啦 那如果李在明的政党拿到总统 我也不相信他会玩这个啦 对不对 那至于美国的选举 坦白讲我们已经都无话可说了啦 已经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不是嘛 因为这个 我们的立场就有点像佩洛西啦 要不要选下去拜登 你赶快自己决定吧 你的时间也不多啦 那可是佩洛西你看 他很油滑 他也不愿意说拜登你不适合 对不对 事实上我认为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欧巴马的表态 因为欧巴马到目前为止还是支持拜登的 那佩洛西之后 就是看欧巴马怎么表态啦 那还有美国的参议院 因为是拜登的老同事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没有表态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后的一群人 其他我觉得那个共识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那可是我讲白了啦 因为川普只能当四年 所以民主党里面的 比较有前途的人 也不想躺这个浑水啦 你干嘛受伤 我四年之后一尾活龙啊 对不对 而且川普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啊 那我要选不是正好选 那今年败选的机率这么高 所以可能就是贺锦丽你就去选吧 那大家就祝福你啦 百战处理 可是拜登跟贺锦丽 我认为要赢的机率都不高啦 就是这样 原因是因为呢 在莫迪叫莫斯科去 然后呢跟普丁抱在一起之后 他们谈到几点事情 包括了能源议题 包括石油炼制还有石化 其实呢在印度 先前你也听过嘛 很多人要去那边 要盖工厂什么就发现电不够 他们现在说呢 要盖六座的核电机组 这个呢就要请俄罗斯这边来帮忙 另外在边境的地方要砸数百亿 要盖12座的水利发电站 好可是问题是这一项可能就比较有争议了 因为就会牵扯到中印的边界问题 所以中国外交部直接讲了 印度无权开发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 双方之间的这个冲突 仍旧没有完全的结束 而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如果中俄两方真的抱在一起的话 美方比较担心的是叶伦讲的 会不会加速去美元化 因为他现在确实就看到了 俄罗斯官方数据讲今年5月的时候 人民币占俄罗斯交易是达到53.6% 盛政的占比是已经达到了99.6% 哎那几乎是全部了 所以他就他的目光而言 金融上面确实去美元化这件事情 中俄两大合起来他们必须得担心 而且其他非G7的人也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说你要了解 沙烏地阿拉伯就曾经威胁 G7如果没收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话 那他们就会卖欧债来做抵制 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 那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太不合理 其实呢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 对于欧洲来说 怎么样来看中方跟俄罗斯每个人都不同 比如这一位匈牙利的总理奥班 好他呢基本上现在刚刚好7月他来当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所以呢他在就任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基辅 完之后呢就去莫斯科 然后呢再回来见习近平 他说呢这个叫做和平之旅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看啊欧洲人看了更生气 说你这会不会太不欧盟了 怎么会去见习近平 怎么会去见拜登呢 所以甚至还有人酝酿要让他呢 失掉轮值主席国地位 或者把他当主席国的这个轮值国时间呢 给他缩短起来 基本上俄罗斯一直以来都跟很多的欧盟国家并不同调 包括了他们先前在讨论这个电动车转型啊等等的方案 匈牙利这边的经济部长就直接讲啦 不支持对于中方征收反补贴税 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贸易战啊 对大家没好处啊 甚至中方现在还未开始做反制 启动贸易壁垒的调查 针对的就是包括了铁路车辆 太阳能封电还有安检设备等等等 你要查我也来查 大家呢就这样直接杠上了吗 而美方呢则是决定要跟墨西哥这里 来联合寄出的多项贸易措施 最主要就是要防止他们发现很多大陆厂 现在是反而到了墨西哥来设厂 包括了钢啊铝啊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有可能最后会变成 避掉那些美国对他所制裁的关税 而且呢 华为5G的零件供应 现在呢 传出德方这边呢 他们已经在淘汰华为 还有中信通讯等等的技术上面呢 他们已经开始在做逐步削减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其实原本对于中方的这一些动作 并没有完全的停下 也没有完全的释怀 我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了 因为其实呢 在莫迪去到了莫斯科之后 大家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 最在意的其实还是他们两个 到底讨论些什么内容 而这一次能源问题 可能会是他们讨论当中最多的一项 特别他也去看了那个 这个幼博物馆啊等等 不跟越南一样 越南跟俄罗斯谈的主要也是能源合作 那因为俄罗斯能够提供技术上的资源 主要真的也是能源啦 也包括核能在内 那因为印度跟越南如果要发展核电厂 他在安全的顾虑上 他不太会找中国大陆 那当然就有可能找俄罗斯 此外我觉得 这个访问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啦 因为你并没有看到莫迪带了一大堆部长去 对不对 那并不像中俄 事先都准备好很大型的联合声明 对不对 那印度并没有 所以我的感觉是莫迪因为没有去上核峰会 他没有见到普吉 因为他不想见到中国跟哈萨克 所以就绕过来俄罗斯跟普京打个招呼 因为他们是很熟的朋友啦 那有一些议题不容易有共识啦 比如说你都没有准备怎么会有共识 比如说据我了解 印度有提出贸易失衡的问题 因为印度从俄罗斯买了600多亿的美元的能源嘛 坦白讲你印度也赚了很多钱啊 转卖啊 对啊 对啊 可是印度就抱怨说他出口到俄罗斯 只有200多亿 很少 只有200多亿 对 那坦白讲啦 因为你也没什么东西好卖 所以这个就是印度自己的问题了啦 就是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 可以一下子从1000亿拉到2400亿 那个就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嘛 对 对不对啊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 这个并不算是很核心的一次正式的会议啦 那至于叶伦啊 叶伦恐怕就一路担心到他卸任吧 那因为拜登如果落选大概川普也不会用叶伦啦 那这个中俄加速去美元的话 恐怕不是只有中俄啦 因为今年金庄会议就要讨论非美元支付的机制 那我认为这个议题一定会通过 因为今年已经确定不让新会员加入嘛 所以就比较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个就是美元支付 大家要建立非美元的一个机制嘛 那这个恐怕 那这个坦白讲啦 美国跟这个G7就是要逐渐去适应 这个世界上正在崛起一个比你还要大的经济的集团 我们讲的就是金砖 这个集团 未来一定会比你还大 未来可能会超过全世界GDP 超过35% 未来啦 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欧洲当然是不适应的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自己说了算 尤其是美国啦 美国事实上我认为已经 有很多地方都看到力不从心的领导啦 比如说东南亚 比如说中东 甚至于是他自己的后院南美洲 那更不要讲非洲啦 到处都出现力不从心的样子 那甚至现在连欧盟都可能会力不从心喔 因为欧洲的右翼在崛起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要逐渐适应 那个当老大当霸权的心态 我看至少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啦 所以你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现象是 他嘴巴讲的都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现象在拜登最后这一年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可是未来那个新上任的总统 是比拜登还要更会吹牛的人 所以你就会看到更多 川普吹牛 事实上美国做不到的事情